我讲了你不要听 到时候不知道你讲起你自己的 害呢 你不要说我这边 我这边和这边是害 我的这边会害我这边 害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 每次都不能够沾水 害的地方是不能沾水 不可以沾到水 知道吗 就是每次 我们骂肝的时候 害 什么害 什么害 不是 医生说 我的血只剩半泡 害 刚刚说的地质相害 因为我们在讲行冲迫害 行冲迫害 所以害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 冲凉过后 还是我们流汗 还是什么 只要沾到水 那个地方是汗 只要沾到水 就一定要弄干它 要不然呢 它会累积成风势 累积成病毒 最容易累积成病毒 然后就在你的地方 就在你的地方 哎呀 我一直 找一点这样 哇 你的嗨也那么大声 哈哈哈哈 好了 找一点认识就好 我的脚真的有问题 我教你的方法 我教你的方法 我砍掉 你会痛一下子 但是以后就会痛了 OK 那么 有有有有 看医生 我跟你们讲 很多外面就是这样 嗯 OK 你这个 放在你的脚 骗了 真的 其实没良性的这样 人家真的是痛 去找他们 他们 哇啦 OK 就手机 放在头 对好 放了之后还是痛 他再看医生 那么行 懂了 害也懂了 冲 冲的意思呢 很容易受伤 小孩子 我们最怕的 今年不应该生什么 什么什么月 孩子不应该在什么月 出生 今年的baby 丑对不对 牛对不对 是丑啊 就不应该在 不应该不应该 不应该在胃 胃是几月啊 六月 六月啦 很好 我这边 都不像六啦 你看 在六月 所以 如果你有朋友 在六月出生 要生孩子 你叫他 stop 干嘛 六月 不要 回去 六月不可以 六月出生的 孩子 很容易啊 发烧 成为 那种孩子 就是发烧过度 就 很会成为那种 所以 不过你不要再跟人家讲 一定的 他们会怕 他们会怕 因为有时候怕 忧郁症了 没有老是一定的嘛 可以能不能 或是很 好 这种 对啊 当然啊 很老 照顾就不会 嗯 很老 照顾就不会 懂吗 那么 这个是属于 发烧的症状 很容易成为白痴 就是 或者是 感发 或者是 有问题 这个现象 大家要很小心的 很小心 明年呢 就不应该在什么月 明年吗 明年是老虎 就不应该在 深月 不应该深月 OK 那你们现在看 你们是不是属老鼠 你们是不是属老鼠 又在午夜出生 那你们现在 是不是有一点 受伤 不是啊 对啊 你看 他们有些人 没有事吗 不过 你要看妈妈的八字 如果八字 错终复杂 不要跟他讲 太多真话 他们会怕 他们会怕 这位居士 你的脸还 哇 还给他 潜意 不肯为 完了 那就在那边 担心死了 不可以 嗯 没事 你这孩子 只要稍稍照顾一下 那么 我建议你 不要做工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命 和这个孩子的命 非常的贴心 很好 这个孩子会带财给你 不过 你一定要先雇他 十三个月 先照顾他 十三个月 就是 他照顾他 十三个月了 就是五年了吗 就没事了吗 那就过了吗 啊 师父 为什么没做马票 雇了他 十三个月 还没做马票 没有 没有啊 哎呦 这我算错了 心愿招牌掉下来 懂吗 也不能够 这样子 害他跟他讲 你的孩子会 少少的 照顾这样吗 就排车啊 那这样来啊 你就行 你这样子讲啊 他们会辛苦 忧郁症的 好 OK 好 记住 所以 行 懂啦 冲 懂啦 冲是一 一容易生命 不是生命 还有创导 容易创导 创导 冲 要抄得越多 越好 因为这个期间 要等到下个星期 你们才看到 抄得越多 越好 行 六号 行是什么 六号被诊形了 行王 就敏感 要注意 如果说 你们的腰围 是 是行的 是行的 那我建议你们减肥 好吗 腰围有行 一定要减肥 不可以不肥的 一定要减肥